大家好 这一期弹动的情报站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如约给大家带来了一档车评节目 而且还是大型车评节目 前两周我们的情报站的导演大理猫同学 写了一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了M240 非常不错的性能车 很多人就问我们 为什么前任车主就开了六个多月 就把这车给卖掉了 其实也是生活所迫 家里人口多了需要一台大车 于是他就把M240 置换了一台V260 奔驰的V260 但是人家买的是新车 我们这台是在我们自行车小程序上出售的一台二手车 现在是2017年上牌 现在跑了有5.8万公里 现在价格是45.5万元 这档节目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台干掉M240的V260 它到底有什么能耐 选择V260这个车肯定是看成它的尺寸 这个是它的第一卖点最大亮点 但是这个车大 它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要用数据说话 量一量就知道了 宽度大概1米9 然后看一下它的高度 高度也是1米9 然后长度看一下 诶 尺子不够长 算了 还是看看双根书吧 车长5米37 车宽1米93 高度是1米88 我们来算一下它的容积 如果打个木箱子把它装进去的话 要19.5个立方 还是比较占地方的 但是你要把这个V260停下来 不是说你只要一个5米37 乘以一个1米93的车位就够了 你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 因为你一旦要从后备箱里面 拿点东西的话 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纵身 来让这个1米多长的尾门展开 所以说买一个V260 它真的是很挑宅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后备箱 因为的确是非常宽敞的 布置了7个座椅 所以它的后备箱 理所当然的会小很多 这个也就放一些简单的 书包行李袋就可以了 那个旅行箱是放不了太大的了 但是你可以把这些座椅 前翻 很方便 一只手就能操作 甚至说你这周翻开之后 你再用这边的把手 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 但我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座椅其实还是挺沉的 如果你自己拆的话 一个人可能还挺麻烦 最好找个人帮一下自己 不要弄伤了 虽然说它是定位为一台MPV 里面内饰外观都坐得非常的像轿车 但它有一个地方还是非常的van 非常的货车 就是它这个加油口 还是一个比较靠下的这个位置 跟我们普通的那种全顺什么的位置差不多 然后跟大家讲个故事 就是你加油的时候 千万要确认加油箱拔出来了 你再开走 我有一次在开另外一台 开别人的小货车的时候 忘了拔加油枪 然后直接开走了 把油枪从加油机上拽出来了 不过还好 它们都有这种防错防傻逼的设计 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安全事故 那真的是很吓人那一次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车内 V260这个车子的内饰设计 非常的奔驰的风格 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商务气息很浓郁的这种陶木式版 但是为了增加它的这种运动感觉 让它更活力一些 所以它还做了一些镀铬的装饰条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很多注重商务气息的轿车厂商可以学习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大屏的可曼的一个系统 音响呢配备的是柏林之声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音响的 我们刚才听了一下 觉得它的低音表现非常的不错 然后方向盘 这个带一个换挡拨片 一个这么大的MPV带个换挡拨片 这个想必它对自己的这个操控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这边的这个是手头箱 然后里面有SD卡和两个USB的这个充电口 而且还带一个冰箱的功能 不仅这里带冰箱功能 然后第二排座椅用的这个杯架 也带一个加热或者是制冷的功能 但是前面这个杯架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这边有个很深的储物槽 可以把我的卷尺放进去 然后它这个第一排座椅和第二排座椅呢 都是这种打孔皮的构造 前排呢带那个通风和加热 而第二排呢除了这两功能之外 还带一个做研磨的功能 非常的土豪 它和普通的轿车的扛曼的系统 有很大的区别 就在于它多了两个侧滑门的这个开启按钮 作为一款定位很高端的MPV 奔驰V260的 其实它的精华 我觉得是在第二排座椅 定位要比J18高很多 瞄准的都是社会成功人士 所以第二排的表现啊 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奔驰在这边堆了很多 我觉得平时很少见的配置 比如说这个带腿拖的航空座椅啊 很棒啊 电动的调节 前面也说了还带那个按摩 加热通风什么都有 然后还有一个储物格 还有自己独立控制的风 独立控制风量和温度的这个空调 还有非常大的适合放空自己的全景填装 哎 闲来无事 躺下看星空挺好 不过呢 你花了大几十万 买了这样的一台车 其实你肯定是一个社会成功人士 既然是社会成功人士 工作生活都不允许你放空自己对吧 奔驰也替你考虑了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桌板 然后还写了一些励志的话语来刺激你 有一个小细节啊 必须得说一下 它这个踏板是带那个防滑的纹路了啊 一点都不打滑 这个很不错 但是呢 真的很刮脚底的泥啊 很容易变得很脏 如果你爱干净的话 你一天会不停地在这里擦踏板 真的是烦死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第三排 进第三排首先你要把中间的座椅往前啊 这个车中间座椅什么都是电动的就是这个前后移动是手动的 已经到头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去 如果前面坐个人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大概腿部空间 其实还有一拳多啊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因为这个车子有一米九多宽 所以你坐在里面 哪怕我坐在这个最边口 或者坐在中间啊 两边都有人挤着这种情况下 整体的这个乘坐空间跟普通的 我觉得A级家轿是差不多的 第三排座椅其实还有很多功能性的配置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杯架 但是这个杯架是 哎 可拔叉的 然后如果你把它拔下来 可以放一些卡片 我这手机在里面啊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波龄直升的影响单元 然后底下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杯架啊 当然我建议大家可以往里面放两块毛巾 用来擦门槛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点烟器 也用来供电 你可以在后排给手机充个电什么的 呃 最好的是这边有一个 开到第三排乘客头顶上的一个天窗啊 坐在这里非常的通透啊 非常不错 然后如果你坐在第三排想关门的话也可以 这边有一个门把手 扣一下的话 直接就关上了 所以虽然说这个第三排座椅没有第二排那么的尊贵 但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奔驰考虑的还是非常的周到的啊 坐在里面不会有焦虑的感觉 也不会有一种 哎呀 门怎么关不上 哎呀 我怎么出去啊 这样的一些困扰啊 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值得很多做七座车 做第三排座椅的厂商去学习 其实啊 说V260是个MPV 但是它跟GL8或者说自家的那个R级啊 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啊 从形体和尺寸上来讲 它更加接近于像全顺这样的Van啊 相式货车 但是开起来完全是一天一地啊 完全是不一样的 为了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驾驶质感啊 让它的整体的产品力啊 配得上V260这个价格 配得上奔驰的这个品牌啊 这台车在很多方面都全面的家教化了啊 它的很多性能特征啊 很多的那种给驾驶者的这种感受 都跟普通的轿车没有什么两样 比如说这个动力 它这个发动机用的是2.0T M274的发动机 然后配的是老的那个7AT的变速箱 这个动力总成呢 是在那个GLC跟GLC的那个一模一样 都是155千瓦的峰值功率 350牛米的峰值扭矩 开起来的感受嘛 跟2.0T高功率的肯定没法比 但是跟中低功率版本的2.0T的轿车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个全油门踩下去的时候 也还是比较狂躁啊 加速表现也还可以 但是跟它其他几个性能比起来呢 我觉得动力性应该是最容易的 去实现家教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你像这个转向 它其实有很多不利因素 比如说车比较宽比较重 而且重心也比较高 而且最要命的是 它的轮胎必须得宽高比很厚 所以说它的整体的侧偏高度 肯定要比轿车轮胎差很多很多 能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下 把整个转向系统调校的 接近家教的这个水平 这个的确是得佩服奔驰的工程师啊 它现在的状态呢 比不上那些小的C级啊 或者是A级车 但是和那些不太讲究操控的轿车比起来 我觉得也丝毫不差了 必须重点表扬 V260的这个悬挂系统啊 就是纵向的弹跳这一块 做的是非常的棒 它不是说这个东西 它的路面震动都给你 反馈的非常的清晰啊 很运动这种 这种车肯定是舒适导向 不仅舒适导向 而且要占比较大的一个权重 所以说V260在这方面 做的舒适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在舒适的基础之上 它又没有把操控牺牲的太多 这个是取平衡做取者 做的非常棒的一个点 我开下的一个感受就觉得 它在弹簧的支撑性上 这一块做的是中等啊 相对来说 可能还要偏硬一点点 但是在减震器上 是一个比较欠阻尼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大的这种颠簸下 会感觉车子有点晃 但是因为弹簧的刚度比较足 所以说像侧醒的控制啊 尤其是刹车时候的这种 抚养的控制 都抑制的非常的棒 然后整体的这种 包括刚才说的转向的这种响应 也都做的很棒 唯一觉得这个车和轿车 有比较大区别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这个制动 首先说数据 数据非常优秀 这个这么大的车子 它的制动距离 汽车压测下来是小于40米 我们自己没有拿数据测过 但是自己去重彩感觉了 跟普通的家轿是没什么区别的 身材之后 这种减速度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比较讨厌的是在它的初段 这个减速度建立的 不是特别的快 也不是特别的线性 不会给驾驶者太多的信心 但是我觉得 习惯习惯也还可以 这个车激烈驾驶问题不太大 对得起方向盘上这两个换挡拨片 说到这个Van 我就想说说去年我开全顺的那种感觉 去年呢 有机会试加了全新一代的全顺 这个车在很多车评人眼中 算是全顺的非常厉害的一个提升 整体的驾驶品质 赶上很多的轿车 但是 但是在V260面前 全顺真的就是个渣渣 那个驾驶性产品力上来讲 不要说配置啊 就光是这种最基本的这种 作为车的这种驾驶性上来讲 差太多 全顺的这种扭矩输出非常的粗糙 跟柴油的小货车没什么区别 然后整个弹簧就是减震这一块很硬 因为它要有重载的需求 这个我们也表示理解 那个 但是转向这一块 因为它的轮胎更加的宽高比更高 而且很窄 所以说极限很低 然后那个 转向这种零零度也很差 不跟方向盘 车头不跟方向盘 很严重 完全就是一个 真的就是个Van 当然了我不是说全顺是个坏车 是个不好的车 全顺在同价位的车当中 整体算是很优秀的 但是毕竟V160比它贵三倍 对不对 那个有更好的表现 我觉得也完全正常 总的来说呢 V160的这个驾驶感受呢 我觉得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那个奔驰的工程师真的是很不简单 不仅把它做得像一台轿车那么的好开 好做 而且整体的风格非常的统一 非常的稳定 不会让你有一种精神分裂 人格分裂的这样的感觉 上手速度非常的快 的确是对得起它的这个车架 我自己有的时候在想 如果说我来当这个调校的工程师 会能不能做出更好的一个表现来 想了半天 我觉得不行 所以我没有去奔驰上班 你为什么要去奔驰上班 打开我 我们就能了解你 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